直播只有一台 不用试了 直接可以开打 直接开始 好吧 拳王 谁选的拳王啊 李秀翰选的拳王啊 这个比赛中很少出现的角色 这基本是看不到的 这个李秀翰想秀一下 必须要秀一下 但拳王你打这个 想点杯 被反杯一下 晋升 清拳 清拳 五个清拳 后跳重拳 跳拨失误 轻脚压起身 升龙响片 一个冲拳 一个站重拳 可以 白人可以 多发拨压制 快拨多用 中拨慢拨快拨结合 小心晕 他这个 他这个冲拳过来 可以旋风腿这个 旋风腿基本上最少是可以拼一下 升龙 拆了一下 骗拳 骗招 下中拳 一个波动 拼 拼掉 进角落 后跳中拳 战防 危险 连续三连 漂亮 李秀汉 李秀翰一比零领先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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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梳立 选择角色啊 下面的观众是泰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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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的是这样的楼 是这样的楼了 叫他选泰王 是不是被拆掉 直接冲晕了 然后连冲 没有连上最后一下 没有连运 太王逃转 生龙对下 没有去压 这个压个中脚没有意思 后面没有后招跟 这个太远猜生龙也没有意思 轻脚点一下 被拳王冲打 没有压起身 直接后跳 打蹲防不能打到 再猜一个跳 直接打死 我说 我看了这个延迟的画面 现在第二局开始 伸一个 没有跳压 还是发波 猜了一个上波 结果打头鹰 没有看出来 被秒醒 秒醒 然后开始猜跳 没有猜到 被生龙伸过去 一个慢波 没有压到起身 冲拳冲出来 两冲 打一个冲的勾拳 接下重腿 打倒地 没有连招 没有连招 是他 冲晕了 一个波 直接 是这个名字 大晕 不能醒 结巴这个投影分 大的小的 小的是星星在头上飘 大的是鸭子 鸟在头上飞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吃鸟在天上飞 来到第三局 1.5 0.5 泰王没有逆向 你不要骗他 他是知道的 好吗 直接升倒 不吃骗 角落连续快波 这个是慢波 这个快波慢波 两冲冲出来 一个中拳 中拳打过 还是回跳 打你蹲防 不能再再个跳 被占中拳打回去 这个血量是不是暴击了 不应该 这个泰王是不是没有赢的命 你看一下 这个一批选手赢了 很潇洒在那边抽了一口烟 我操 我很看不惯 能不能输一个 能不能输一个 叫他输一个 这个二批是我当地的一个朋友 虽然十几年没完结罢了 哎呦 升龙了 升龙在哪里 两个冲拳直接投晕 第三个 什么连招都没打 直接冲晕了 直接冲死 泰王这个血量 就是狼头在砸 我受不了 这个血量 不是泰王 拳王 开局直接猜 被升龙伸下来 跳完了 被勾拳防空打倒 又压起身压到 四千一个勾拳之间打头晕 哎呦 故意放你一步 不把你打头晕 给你个希望 然后一个 前跳 重拳打你 蹲防不能输了好几下 三比零 好厉害的拳王 你这边起的 好几下 哦 呃 那个 阿尖在不在 阿尖 在哪里啊 哦 那个 嗯 国外 就是 包括智利和巴西的几位玩家 应该都到了 然后你看一下 就是这里智利的Jazz 和那个温州的阿三 还有 还有 还有Scoping Scoping在第十组吧 那Scoping和 温州二十强 呃 他们